记者林国贤云林报道,减速爱地球,斗六市云科大商圈一家餐饮业者下月5日起外带塑胶带每个家收5元。 老板林一修表示,希望以价质量减少塑胶带使用数量,消费者购买塑胶带的钱将全数捐作公益。 林一修指出,虽然他们未在第二阶段限速行业但减少塑胶带造成环境污染,他们从去年开始鼓励顾客自备非一次性外带餐具。 今年元旦第二阶段限速政策上路,店内设置塑胶带回收桶,顾客使用回收塑胶带不用额外收费,塑胶带使用量减少二成以上。 林一修表示,3月5日起外带塑胶带每个将从1元提高到5元,希望能以价质量,鼓励顾客尽量自备可重复使用餐具,一起保护地球。 林一修指出,店内有设置塑胶带回收桶,回收顾客带来可使用塑胶带。 顾客若选择回收塑胶带,不必再付塑胶带钱,若选择新的塑胶带一个加收5元,顾客购买塑胶带的钱将全数捐作公益。 顾客陈小姐说,减少使用塑胶带很棒,她非常认同老板理念,会全力支持。 环保局代理局长张曹伟表示,第二阶段限塑药装店美妆店及药局医疗器材行,家电摄影资讯及通讯设备零售业,书籍及文具零售业,西衣店业,饮料店业,西点面包店业等不得提供塑胶带。 环保局截至昨天机查325家,未发现违规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